居然又发现一只虫 这次还算是清楚 虽然很小 在花梗上就那么一个小白点 而且还躲在那个夹子后边 它还是被我的火眼睛已经给发现了 看那花苞已经吐出来了 在这么高的位置 居然有个虫 它是怎么到这儿的 对了几天前我还刚拍了照 发了个视频 那会儿怎么没看见呀 我说到这儿不行 我要去查一下前面的照片 这回头仔细一看五天前拍的照片 它还真在那儿 我居然就没发现 哎呦这儿 真是不能说火眼金睛了 我还把这个夹子往上挪了一下 还正好把它挡在后面了 哎 这会儿我又仔仔细细 把这几个花苞都看了一下 我觉得有一些花苞里 有点白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长大的虫 我就都拿那个刷牙缝子刷 把所有的花苞的缝都刷了刷 管它是不是呢 灰尘也罢 虫卵也罢 都刷了一下 后面这些天 我就要密切地观察着 一只一只抓吧 如果再有的话 这一只我就把它拿下来了 用这个小刷子轻轻一挑就下来了 它还活着 你看它还在这儿动呢 这是个什么虫呢 我上网查了一下 长得有点像戒壳虫 这是不是就是这颗虫呢 我以前没有遇到过 或者上次碰到的那个 可能某一些镜头也有点像是这个 但是因为上次那个在缝里嘛 弄不出来 我想捉活也没捉着 最后只好把它捅死了 那这颗是在这个花杆上比较好弄 我把它就这么活捉下来了 放在这儿 用手机放大了看一下 有认识的吗 是不是这颗虫 帮我确定一下 我是在网上看着图片 觉得有点像 它是怎么来的呢 我这盆花很久以前 是养在室外的 但是拿进室内也很久了 好几个月了 会不会是它的卵很小 小到眼睛都看不清楚 可以一直潜伏好几个月 现在才孵化出来 当然我也有常常开窗户 难道是被风吹进来的 我就挺奇怪的 反正我还去检查了一下 其他的花梗 暂时还没有发现 今年这虫子 简直多的 有点防不胜防的感觉 关键是还不知道 它们打哪儿冒出来的 真是奇了怪了 我还没有发现 我还是不想打开 我会说 我还没发现 我会看到 我会看到 这虫子 我可以看到 我会看到 感谢观看